目前戶外空氣品質的狀況 大概是在黃色的普通到綠色的良好範圍之內 空氣品質還算不錯 那至於說降雨的情況來看的話 今天清晨到目前為止的降雨 主要在中部的山區 當然平地也有局部地區下了一丁點雨 但是大部分量不多 就連山區比較明顯的降雨 也只有降了二十幾毫米而已 那至於說在氣氛方面來看的話 跟昨天的這個時候來做比較的話 有些地方稍微下降 有些地方就有稍微上升 基本上溫度變化並不淡 那東北風原本就不強了 那今天這個東北風會減弱 照理來講溫度應該會稍微上升 但是雲量還是偏多 而且今天下雨的狀況會比昨天來的明顯 那我們來看一看地面圖的情況 那北邊的高壓 事實上往東邊的方向移動出去了 我們的東北風是在減弱的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在南邊這邊有一道滋留封面在這裡 所以南邊一直有一些雲層發展 有時候就會進入到我們台灣 就帶來了一些短暫雨的狀況 雨有增加一點 所以就造成了雖然東北風減弱 但是溫度上升的幅度並不會太大的 那等到了今天晚上的時候 這個封面還是在南邊 一直還要停留好幾天 可是主要的降雨 華南的雲層進來 大概就是今天跟明天這兩天 我們從衛星雲層上面來看一看 雲層發展大概在華南這附近 那有時候有一些雲層 就這樣子從華南進入到我們台灣 看起來好像沒有南邊的雲層 來得這麼厚 但是它是有降雨的 有帶來直接的降雨 從雷達再來看一看 這些雲層下雨的狀況 台灣海峽這裡很多的雲雨區 這些會移動的顏色都代表是 在接近地面的一些雨滴 那有再往台灣這邊移動 現在這一條雲雨區又要進來了 所以各地區幾乎都有機會下雨的 但是再仔細看一下 這些對流 這些雲層裡面 紅色的顏色幾乎是沒有 就連黃色的顏色也是很少的 代表說這裡面沒有對流雲 也就是說進來的話 不至於出現這種短時間的強降雨 雖然會下雨 但是量應該是不多的 時間也比較短暫一些些的 氣象鼠所預估出來的降雨 這個是今天的白天 我們看到雖然下雨的範圍廣 但是大部分都是這種淺藍色的 代表量不多 只不過碰到短暫雨的機會 就比較高一點 那等到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華南還是有雲汐進來 看起來是中部伊北南部山區 但是南部的平地 也有可能有機會碰到的 等到明天的白天 下雨的範圍一樣 還是比較偏廣一點 山區的熱對流帶來的 午後震雨比較明顯 天氣比較穩定下來 可能就是等到了禮拜五 禮拜六了 禮拜四的晚上到禮拜五的清晨 很明顯的 中部伊北 這一帶天氣穩定了 但是南部還是有短暫雨 所以未來這一段時間 南部的天氣可能比較不穩定 會碰到一些短暫震雨 中部伊北 禮拜五禮拜六 甚至到禮拜天 大部分應該就偏向在午後震雨了 我們來看一看未來 這一個禮拜下雨的狀況 今天明天這兩天 華南雲汐的影響 一整天斷斷續續 都有一点震雨 禮拜五開始 北部大概就是偏向在午後震雨了 那中部這一帶禮拜五 禮拜六是午後震雨 禮拜天開始下雨的時間 就不一定是在下午了 那南部基本上天氣就比較不穩定 大概一整天都有機會出現一點震雨的 東半部跟北部一樣 大概就是屬於這種午後 局部震雨的天氣狀況 這個是未來這一個禮拜 看起來好像都在下雨 但是還好下雨的量應該是不多的 再來看一看 今天各地區詳細的天氣預報 先來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區 那今天有一點局部的短暫震雨 高溫大概差不多在25度左右 另外在中部也有一點局部短暫雨 高溫大概差不多在28度上下 南部地區包括台南高雄也有機會下一點雨的 高溫大概30度 東半部雖然雲層過山到東部會減弱 但是還是有一點局部零星的短暫雨 橫湖金門還有蓮江也是有短暫雨的 高溫大概25度 27度